当我离开中共经济时报的时候 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 我们15年的心血 在中共经济时报 这个报纸上倾注了15年的心血 是要想要把它变成 一个我们理想的报纸 另一方面 我们的这个报纸的上级主管单位 却一直在努力使它 变得像一个机关报 我们上级主管单位的这种做法 这里打破了我们的梦想 虽然书记忆不失聚 他还在报纸 今天他在海贸易里面 去谈计一谈地争 他认为他的印象 一直在报纸 是在他的年代 生长在一个中国的一个长江边的一个小镇上 我的父亲是一个砖瓦匠 我的母亲是一个制砖厂的一个工人 但是我的母亲从小来就给我讲一些有关社会 所以我们虽然说是生长在一个很小的山镇 一个小镇 但是事实上我们好像觉得 也都有对这个国家的一些社会事物 也都有一种关心 Liu took his mother's stories to heart when he left the countryside he intended to make China a better place he considered a role in government and tried his hand in business but in 1997 at age 24 he took his first job at a newspaper he earned $64 a month for over 10 years Liu worked within China's state-controlled media system while he says his stories had some impact he never pushed China's censors too far but in 2008 Liu's path in journalism would change forever after an earthquake in Sichuan province killed over 90,000 people and left over 10 million people homeless Liu went to cover the story 应该说是2008年的汶泉地震 汶泉地震对我的触动很大 汶泉地震的伤亡十分惨重 就发现即便是这样惨痛的灾难 都没有能使我们的体质 能够更好地改善一些 我们看到有一些 我不敢相信的事实 我们看到有一些地震伤员 在得不到起码了康复的想象下 被送回山区 然后有的是高位接滩的 病业伤员就藏在家里等死 同时我也看到在 绵阳地震灾区 然后农民们被当地政府逼迫 英国风的要在春节前动工重修农房 造成当地的建设价格飞涨 农民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 The events Mr. Liu saw made him dedicate his life to revealing truths in China As we approach the farmer's house in Hebei Liu explains how he found his sources 通过微博 在微博上面 也说这位聪明和我有一个互动 他给我发私信 然后我们取得联系 然后我们通过电话 然后他到我那里也去了 然后我们事前对他说的情况 就去了解 现在我就要去调查 就要去证实到底他说的 是不是真的 您说他们的藏物 春物财物都没有公开 谁都不知道 修这两条路 究竟占多少目的 多少钱 老百姓没个儿知道 这并不是第一次 Liu has reported on land grabs in China 在2011 采访者和采访者 从 Wukan 和 Guangdong province posted pictures online of an anti-corruption protest sparked by a land grab 宣传人拆了 pictures 但人们继续发了更多 Liu saw those photos and went to the scene 这个新媒体 就是在 因为在 Wukan这个事件之前 就已经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上面 引起了很重要的一个推广 这样的作用 后来在 Wukan事件之后 Wukan事件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媒体 没有一家媒体 能够进入现场 去报道Wukan的危机 是Wukan的村民 还有网友 在微博上 说不断地发 Wukan事件的动态 然后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 当时海外有大批媒体 就通过微博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就进入到Wukan 在Wukan 进行报道 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的 中国的 警戒媒体 才跟进去报道 这个新级的新级 是很新的 中国的社交媒体 招待北美媒体 的新闻 这些新闻 可能让中国的 宣判 从中国的宣判 去中国的宣判 这些技术 成为了 中国的宣判 我们看到从最近几年来看 我们在微博上看到的公共事件 这个在当时叫做群体性事件 就是有大群人聚集 大群人游行或者表示抗议这样的事件 越来越多 这事实上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一种社会力量的觉醒 老百姓对于自身的身处的环境 这表示强烈不满 他们的要求改善 这才是中国将来如果说要改变的 要有所改善的 这主要的力量 动力 While Lu's first subject in Hebei has managed to hold on to her property his second subjects have not The farmers were forced off their land and into an apartment building they now have no way to earn a living 有头有脸的 就跟这小区的开发商的 跟他们有头有脸的 人家都会那么小工作 我们这告状了 告出仇来的 这么一天人仇我们就黑眼 你说有头有脸的就有 有头有脸的就有 给什么工作 这小区里的 上班 你这样说他有的事前 让你在后边那个物业这边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typical for people like Lu's subjects in Hebei to reach out to journalists like Lu However, even with an increase in technology China's 1.4 billion residents are largely blind to events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want them to see At the start of 2013 a free speech protest erupted in Guangzhou after censors dramatically altered an editorial of the liberal newspaper Southern Weekend 他们那个权利者 他们就可以随意报道 我们老板生的东西就不来报道 要给他审查 全部把该报道的全部给他删掉 Although the event was not covered in Chinese press Lu found out online before the censors had a chance to erase it But within hours the event was deleted from China's digital history 提字是不承认这种事情存在的 中国如果说要有出改善的话 他的主要希望在哪里 他主要希望还是在民众的觉醒 就像网络和微博 能让更多的人 能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让更多的人知道 民主自由的权利 对自己来说 对于身边人来说 都是不可或缺的 也让更多的人 敢于把自己所经受的一些 欺辱 和自己被剥夺的一些事实 展现出来 在网络上新闻部门 我们所做的很多报道 会对报纸形成 带来最大的风险 今天 Lu is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in Beijing but dreaming of a new model of journalism in China 所以我也在想着这样一个事情 就说在我离开经济共产报之后 就想着是不是我们能够 有没有可能 也像美国的这个public 能够成立一个 远离商业 和政治控制的 这样一个调查者的 就是新闻 就是调查报道记者的 这样一个机构呢 当然目前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环境下面 我们要想获得资金资助 来做这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是一个公权扩张的 一个极度扩张的一个国家 在这个国家里的这个社会 它是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的 这让我感觉到这个体制的 自身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作为记者 应该是有责任 来揭露这些问题 有责任来匡扶 这个社会的一些正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